莫文蔚 华语乐坛的天后级歌手 以其独特的嗓音和风格 演绎了许多经典的歌曲 他的忽然之间更是被誉为 粤语歌曲的代表作 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 巩俐 中国影坛的巨星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气质 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角色 他的《红高亮》 《活着霸王别姬》等影片 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名作 令人赞叹 近日 两位女神在卡蒂亚晚宴上同台亮相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在晚宴上 莫文蔚担任表演嘉宾 用心演唱了忽然之间 而坐在台下的巩俐则化身明媚 打开手机闪光灯 为莫文蔚打光应援 两位女神的互动充满了爱意和温馨 让人感受到了 他们之间的友情和尊重 据悉 莫文蔚和巩俐都是卡蒂亚的品牌大使 他们在晚宴上 还有一段对话 莫文蔚称赞巩俐是最漂亮的巩俐姐姐 巩俐则回应说你也很美 两位女神还可爱地握了握手 展示了她们的惺惺相惜 不少网友表示 这样的梦幻联动太有爱了 两位女神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莫文蔚的歌声太动人了 巩俐真是气场全开等等 莫文蔚和巩俐都是华语圈中的佼佼者 她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和影响力 她们不仅美丽自信 还彼此支持和欣赏 她们用自己的行动和态度 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魅力 她们是无数人学习和模仿的榜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